这是世界上最躺赢的国家 全年没有蚊子 一周工作四天 入职就给35万 因犯罪率太低 警察无聊到撸猫 被联合国盖章第一 你别不信 还真有个地方 生活在那里的人 压根不知道蚊子是什么 这里就是冰岛 在冰岛有句谚语 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不喜欢冰岛当时的天气 就等五分钟再看看 频繁的冷热交替 气温极其不稳定 就算曾经有搭乘飞机而来的蚊子 在这里产卵 这些卵也无法孵化出来 其实也不单单蚊子 在这里无法生存 整体而言 冰岛确实不那么适合人类居住 国土面积为10.3万平方千米 常住人口却只有37万人 是世界上最晚有人类定居的地方之一 但居住在这里的人民 幸福指数稳居世界前列 冰岛是世界上少有的落实 一周只上四天班的国家 也是全球男女最平等的国家 这里的法律强制男女同工同筹 女性议员就占了一半 全国30%是在校学生 80%的人会乐器 每10个冰岛人里 就有一个人至少写过一本书 冰岛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常备军队的国家 一支武装部队 几条船 几架飞机便是他们全部的国防力量 与此同时 冰岛的犯罪率也特别低 警察可以说是冰岛最清闲的职业了 除了每日照例出勤之外 他们帮别人看看娃 钓钓鱼 撸撸猫 喝喝咖啡 一天就过去了 世界尽头是冰岛 在冰岛众多黑沙滩中 钻石沙滩 无疑是经验中的经验 有一种濒临末日的狂暴美感 冰岛还有很多瀑布 最具代表性的斯科加瀑布 如果恰逢一个晴天 这里出现彩虹的几率几乎是百分之一百 来最冷的地方 泡最暖的温泉 冰岛的蓝湖是不能错过的体验 不管任何一个季节来 这里的水温都保持38摄氏度的恒温 将身子浸泡在水中 全身的细胞都仿佛复活过来 这里还有最孤独的教堂 在视线尽头孤独的助力着 当然作为全球唯一 全境都可观赏到极光的国家 冰岛一年中有八个月都能看见极光 世界有千万种模样 冰岛就占了好多个无可替代 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来这里探寻啊